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国能源建设3996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早选选原因 就是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设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其中意见提及加快推进抽水存能 和新型存能规模化应用 存能相关股可以关注 在中国两地上市的中国能源建设 中国能源建设作为内地电力建设 领均企业今年初三季新签订单高速增长 累计新签合同额5924亿人民币 完成全年度计划近92% 按年增加4.5% 为公司业绩带来确定性 就中国能源建设公布第三季价盈运数据 可能构成短期股价波动 看好公司中期的发展 策略上可以等候1.1吸纳 目标是1.3跌穿1元减持 没问题 没有问题 先不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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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